我剛從加拿大回來 加拿大的西人原本大家都沒想過賣樓 外國人 你見到加拿大的人 即是外國人 我們香港人去到加拿大 說那些外國人 你是外國人 那些加拿大人 加拿大不是壞 非壞 去到加拿大 說那些外國人 你才是外國人 現在的情況是 原本西人真的不買樓 你看看富爸爸 窮爸爸的理論 買樓不是付出產 原金樓 樓價不升 而且買樓和租樓是差不多價錢的 加拿大是原先的 所以大家駝必拿首期押去 但現在不行了 現在西人開始買樓 為什麼 慢慢升 加拿大樓也升 加拿大、澳洲、香港的樓 全部都給中國同胞炒工 一雙雙現金 你不知如何進入加拿大 雙雙現金出現 這個可以理解的 因為最近有 蓋茨和北菲達去中國 募捐 不是募捐 即是開一個 裸捐 豪門夜院 搞得中國富豪很深 嚇死人的裸捐 這兩個字 以為大家過買蠔 那天不穿衣服 但其實你知道 北菲達和蓋茨 最不明白的地方就是 富豪 這個不是捐不捐錢的問題 他們是移民的 即是他們在中國賺到的錢 他們不可以在中國捐出來 因為錢是想著帶回 加拿大、澳洲買樓 那些中國同胞 令到各地的樓價飆升 包括香港 所以特區政府 等於李兆基說 我88樓 不是88樓的意圖 其實他暗示一件事 不是給你香港人 中國人來買樓 又說意圖 理得你是不是88樓都不住 你說一百百都可以 三百百 三百八樓沒有 是門牌 所以這些中國同胞 把香港樓價炒得很高 特區政府真的很頭銜 其實這些 如果那個情況 在美國不會發生富豪 就這樣一塊錢出來買 只會發生在天朝大國裏 因為他們盡快要把錢搬出去 因為大家都體認到 現在政權的緊張越來越強 這不是我說的 是越來越多的研究 顯示中國的政治體制 如果不改的時候 會可能產生不穩定 所以那些有錢人還不走嗎 所以他不看這個升值貶值 總之就是把錢搬走 除了政治危機之外 我們要想一下 他的錢不知是怎樣 可能明天會被抄家 運走了之後抄不到 抄了人而已 沒有所謂 所以香港政府最近推出有新招 這個新招 招數多到 現在幫你供樓 即是你住屋 不是公屋 公屋 本來2000元 本來2000元 但是你要交市價8000元 中間那6000元 我先幫你儲住 還是你買樓 我這6000元就退給你 所以這個很傻的做法 你問我 當然我相信很多觀眾 看來很開心 我又想上樓 都想買樓 其實政府是一個更刺底方法 你問我 不就是新加坡這樣 你經常說學新加坡 如果學新加坡 拿你的NPF出來 給了首期就可以了 現在你的NPF 那些中產人士 起碼有10來20萬 只需公屋 只需公屋 那NPF擠到就沒用了 你問我 我也不知道我退休的時候 可以做些什麼 老實實 可能買個魚蛋粉也10萬 那你怎麼辦 所以現在 給我幫忙 給了首期好 人人有首期 但又不敢這樣做 為什麼呢 因為真的這樣做的時候 樓價會大倒 這樣做怎麼會大倒 因為為什麼 我反而覺得 我的意見剛剛相反 現在過去 香港政府 之前說的首次置業 全部都是製造需求 為地產商製造需求 所以就把所有的 供樓的市場 全部供到私人樓那裡 那就會供起樓 供起樓價 所以我覺得 這個不是解決 香港樓價飆升問題 就是說 你如果真的這樣做 你地產商一看 看到政府又出這一招 終於知道了 政府是沒有 這個誠意 真正解決樓市飆升的問題 因為我經常說 經濟學原理 供應與需求 只要你將需求加大的時候 自然的價格會提升 現在政府的所有 這一方面的招數 全部都是從那個需求 提升的需求 你怎樣可以 香港樓市會有下調的空間 還有一個做法 我覺得香港特區政府 可不可以和深圳政府租一塊地 就是河套區也好 什麼區也不要緊 那時候 那裡可以住60萬人 這個也是 可以是一個 當日 當日 英政府向中國租香港 香港 我們現在是特區 和中央政府租深圳 是的 這就是供應方面解決問題 我經常覺得 香港樓市過去經歷了 所謂8萬5 大家有一個 就等於好像說 有一個心魔 很害怕 但其實我都說過 就是8萬5個的時候 是結合很多的因素 等於這個 八國聯軍入侵中國 有很多因素 是 我們不要經常有這個 心結在那裡 如果我們今時今日 要解決香港樓市 飆升的問題的時候 一定是要從供應的角度 所以我是 舉腳贊成一定 就是復健居屋 如果你一天不見到這個政策出現的時候 我們可以預見 這個樓價一路一路這樣升上去 基本上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居住有其屋 香港人 看看差在什麼屋 而且那間屋不是自己的屋 而是別人的屋 你越交越貴 所以真正正一個政府要落實 我覺得對人民的福祉 讓我們能夠安居樂業 才能夠安定排名 我來看市民人 是永遠的玻璃 我來看市民人